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进行全国酸雨监测及成分分析调查 搜集去年全台14座酸雨测站的资料之后发现 全台去年雨水PH值平均为5.75 已经脱离酸雨PH值低于5.0的定义 但其中新竹雨水PH值5.29几下蝉联4年榜首的中立 成为全台降雨最酸的地区 而除了新竹之外 前五名还包括了阳明山安部 中立 宜兰等 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地区 大雨下个不停 不少民众担心会临到酸雨 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大气系 做出最新酸雨调查结果曝光 去年全台14座酸雨测站 雨水PH值平均为5.75 只要数值越低代表雨水越酸 而全台雨水PH值最低就在新竹5.29 几下蝉联4年冠军的中立 而前五名包含阳明山安部 还有宜兰等都在北部地区 环保署推测跟新竹侧站旁的头前夕 阳尘作用有关 阳尘里面所含的一些 包含细啊 钙啊 它都是属于这个偏碱性的一个物质 酸碱会中和 新竹侧站位于中华科技大学 横山校区一旁有头前夕 亦受合川阳尘影响 让钙离子中和雨水酸度 研究团队分析去年降雨较多 阳尘减少使雨水酸化 才会使新竹雨水PH值比中立还低 但新竹和中立雨水较酸 恐有其他原因 专家推测近年人口持续增加 汽机车数量上升 以及受东北季风影响 来自境外及双北地区的污染增加 都可能是酸雨发生频率较高原因 而酸雨中的硫酸跟离子 近年大幅下降 酵酸跟离子来源 则受到固定污染源及汽机车移动影响 专家呼吁政府应持续实施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管制 从可以小于4.5一路攀升到现在 弱景超过5.0以上 我们对于流氧化物跟氮氧化物的控制 已经越来越显著 环保署强调去年全台所有测战 雨水PH值都高于5.0酸雨定义 将持续监测把关 期盼减少酸雨污染 这几天要是陈建国林朱强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